丈夫的诡计 我推开门时 发现塞尔玛正在等我 他那头耀眼的头发照亮了办公室 雍容华贵的妆容 是在外面办公的三位小姐 顿时黯然失色 我一直住了心跳 塞尔玛和我曾是影剧专栏作家 笔下的热门报道人物 后来我们分手了 他离开了这座城市 在配音行业里成了顶尖人物 诺曼 他叫我名字时 已失去了他的魔力 这提醒了我 自从他离开后 一切都与往日不同了 我尽量笑得自然一些 是私人性的拜访 还是要我们律师事务所的服务呢 也许都有 他歪着头打量我 你仍然是我认识的人中 唯一看起来像律师的 我不想和他纠缠 说假如你是因为业务关系而来的话 我的合伙人应该也在场 可以 他不急不慌地说 我不反对 我拉开菲尔办公室的门 他正在听收音机 看到我们 他立刻站了起来 布满皱纹的脸上挂着微笑 说 我知道今天的日子不错 塞尔玛小姐 有什么要我们效劳的吗 塞尔玛直指收音机说 你可能听过了 昨晚有个女人 被一个半夜的闯入者杀死了 菲尔点点头 塞尔玛转向我 两眼突然含满泪水 那是布满达 我姐姐 五年前她嫁给了戴维 我很难过 我说 我是真心的 布满达是个好姑娘 布满达说 是个小偷下的手 但是他们错了 他痛楚地说 是David杀死他的 我不知道他怎么下的手 但肯定是他干的没错 你有没有把这事告诉警方 他们不听 他们说他不可能杀他 他为什么要杀他 我问 他和布满达出得不好吗 布满达曾经写信给我 说他要离婚 我没有问他细节 但是David对他很不好 还说和他离婚之前 想要杀了他 菲尔说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David和布满达住在郊区 昨天 David乘11点半的火车 从城里回家 进屋时 发现布满达在睡觉 他就到隔壁邻居家去聊天 他们坐在院子里时 听见一声尖叫和枪声 David跑回家 发现布满达已经死了 后门敞开着 接上一个遛狗的人 也听见叫声和枪声 并且看见David跑进屋子里 我看了看菲尔 耸了耸肩 这看起来好像不是你姐夫干的 菲尔说 我相信警方也有同样的感觉 David这个人非常聪明 布满达在给我的信里告诉我 他诡计多端 菲尔说 那是警方的案子 塞尔玛小姐 我们没有理由跟上 或许私人侦探 如果你是私人侦探 你愿意接受这个案子吗 老实说 假如我接受的话 主要原因是 对你有兴趣 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在我认识的人中 只有你们二位能帮助我 因为你们一定会相信我 对此我们没什么好说 我们答应去查查看 然后把发现的结果告诉他 他走后 菲尔让我去和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官谈谈 我沿着快车道的郊区行驶的时候 心中想着塞尔玛 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改掉清晨醒来就想他的习惯 不知有多少夜晚我借酒交仇 只有菲尔陪着我 他严厉的训斥我 主要是他年纪大了 作为这家苟延残喘的事务所的股东 他做的异性阑珊 他的话使我难受了好几天 以后我毫无感觉的一天天过着日子 只感到无边的寂寞 我把注意力转向别的事情 挣钱买了一辆高级轿车 连菲尔也不知道 我曾在那些失眠的夜晚 驾着汽车在城郊荒无人际的高速公路上奔驰着 不知是否在寻找自我毁灭的途径 我在警察局遇见一位叫迈尔肯的警官 他很愿意帮助我 他靠在椅背上表情严肃地说 我理解塞尔玛小姐的感受 不过他到处这样说太危险了 小心人家告他诽谤 我明白 但最好还是彻底查一下 让他信服 他应该信服 他说 我有点生气 因为这案子还没了结 他把塞尔玛说过的事 详细地告诉了我一遍 说当时尖叫声和枪声响起的时候 David和邻居在一起 死亡的时间没有疑问吗 没有 验尸报告说 死亡时间在11点半和12点之间 点38口径手枪 距离三英尺处射中心脏 立即毙命 枪被扔在床脚 枪是David 上面只有David的指纹 有点污渍 可能是小偷找到枪 被David太太发现了 他就随手用了 马里肯点点头说 当David从前门进来的时候 他就从后门逃跑了 他为什么没有带着枪跑呢 我想是因为惊慌吧 你查过David昨晚的行动没有 每分钟都查到了 我们甚至见了他唱的那班火车的列车长 当凶案发生的时候 David正在外面 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 我说 现在只剩下一件事可做 就是去看看那幢房子 你想David会反对吗 我陪你去 亮他不会反对的 David对我们的造访很不高兴 但他又想不出理由来阻止我们进去 他个子很高 穿一件翻领衬衫和颜色鲜艳的运动裤 身为电台播音员的他 说话有一种深沉的带点甜味的声音 听起来很不自然 在我的印象里 他对妻子刚过世并不感到悲伤 他们的院子坐落在一排同样是房子的最后 远离街道是平房 一间起居室兼书房的房间朝向院子 靠墙有一个精致的立体声音响 卧室在房子另一边 American警官告诉我 尸体是在双人床上被发现的 左轮手枪一向是摆在床头柜里 出事后被扔在了地上 过道有明显痕迹 可以看出床入者跑出卧室后 就从后门逃之夭夭 而从前门进来的David 得先穿前门再进入过道 我推开后门走了出去 50米外有一道天然的树墙 你们搜索过附近了吗 我问American警官 当然一个人怎么能逃过我们呢 尤其是这一带 一个陌生人一旦出现 就立刻会被发现 这么说 那个窍门闯进去的人 不会是陌生人 目前我们正从这一点着手调查 为什么选这一家呢 David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好像没有 还有一件怪事 David说家里没丢什么东西 我检查了一下门 看来不像是有人撬门进去 American指着沙门上的一个 三角破裂处说 里面的门是开着的 他划开沙门 伸手进去打开 他是蓄意谋害David太太吗 我们也这么推测 门上有没有指纹呢 哪都没有 他一定是戴着手套 那么是个职业杀手 警官还向我介绍说 David听见枪声和叫声 向屋里跑的时候 邻居夫妇打电话报了警 然后也进了他家 三分钟后 一辆警车就来了 十分钟内 警察就搜索了这一带 当American警官和我交谈时 David好奇地看着我 以后就不理我们了 不过我知道 Blanda生前一定在他面前提到过我的名字 他看我时那种嘲弄的神色 让我感到塞尔玛说的话的确没有错 我们回到警察局 American问我 你满意了吗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 你一直认为是闯入者干的吗 他回答 闯入者很可能是David过来的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么塞尔玛小姐的推测就正确了 我说 很感谢你的合作 我答应不让塞尔玛再来烦你 假如有什么发现的话 你能通知我吗 一定一定 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 菲尔正在听收音机 他问我 有什么新消息吗 我把整个上午经过的情形告诉了他 菲尔听完我的汇报后说 你没有证据证明你的预感 一点也没有 我们该怎样告诉塞尔玛小姐呢 他问 先让他冷静下来 那个American是个能干的警官 他发现什么线索的话 会及时通知我们 我们还是先去吃午饭吧 我有把握 塞尔玛对David的看法是对的 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证明他 总会有什么地方有破绽 我边吃着三明治 边听音乐 然后我灵机一动 丢掉手中的三明治 三口两口喝完咖啡 急忙赶到一个非常聪明的朋友那里 他仔细听完我的叙述 点点头说 这个不难 然后他让我等他一下 因为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许多事情要看我怎么做才行 而且要尽可能做得完美 丝毫不能出差错 当我回到菲尔的办公室时 我的口袋里塞着一个小包 而菲尔此刻正闭着两眼养神 我有了答案 我能找到证据 我说 菲尔问我 作为一个律师 你不会做违法的事吧 作为塞尔玛的朋友 我会那么做的 我说 他愤怒地说 你不能让你对这个女人的感情 来代替你的公正 我绝不允许你胡作非为 我说 但这是唯一能逮捕他的办法 菲尔撅着嘴 不理我 你知道 我尽可能温和地说 David很聪明 他知道 如果我们找不到证据 他就不会被定罪 你想让他逍遥法外吗 我宁可让他逍遥法外 也不愿意让你以身试法 我只要你帮我一个小忙 我说 你愿意吗 只要你不求我 参与你的步伐行为 不会的 我要你做的只是 今晚天黑后 请American警探 把David请出屋子 半小时就够 那我试试吧 我很感谢菲尔 我知道他会让步的 傍晚 我来到David的住宅 我身穿黑色外套和长裤 脚灯交底鞋 口袋里有一副手套 另一个袋子里 是一套撬索的工具 第三个口袋里 是那个小包 我靠在David家 后面那道树墙的一棵树后 等候American警探 把David请出去 但愿他能快一点 否则我要是被逮住了 菲尔得花好大功夫 才能为我变白 何况此地刚发生过凶案 我这身打扮和身上的装备 跳进大夕阳也洗不清了 天黑后 David爬上汽车 开走了 我迅速地跑到后门 戴上手套 从破裂的沙门伸手进去 再用工具撬门 我的双手长久缺乏练习 摸索了好久 才把门打开 我在卧室搜索着 我的猜测没错 在一件夹克山的口袋里 我找到了一根金属小管 现在我确信我的推测是正确的 我知道David是如何杀害他的妻子 并且避开嫌疑的 我把那只金属管放到了原来的地方 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做 然后就看American警官的了 我双手转弄着那个小包 栽放证据不仅犯法 还会断送我的前程 如果我被发现 David在警官找不到措辞之前 就自由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要David被捕 还是为了塞尔玛 假如塞尔玛没有牵涉进来 我会在这闷热的 有霉味的屋子里 像一个窃贼似的 偷偷溜进来 满头大汗的放置证据 对付一个默不相识的人吗 我不情愿的把包裹放回口袋 我真想摆放下去 但我不能 我不能违背 菲尔教导我的一切 我开车驶向 迈尔肯警官的办公室 David已经走了 我装出一副 毫不知情的样子说 我看见David刚出去 他在这里干嘛 一些文件需要他签字 迈尔肯只字不提 菲尔打过电话的事 反而等我自招 我说 David的枪还在你这里吗 他点点头 我说 检查一下枪管 是否套过消音器 可能不是个坏主意 他拿起电话问化验室 然后他说 枪管的确有一些新的划痕 可能是套过消音器 为什么一个普通人家 需要这种东西呢 问得好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被取下来 那个消音器现在在哪里 其实我知道 他此刻就在David的 夹克山口袋里 麦尔肯飞快地看了我一眼 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 走吧 当麦尔肯警官向David 亮出搜查证的时候 他很烦躁 请便吧 他说 我不明白你们要找什么 难道你认为凶手 是被我藏起来了吗 不 麦尔肯警官说 我们要找你枪上的消音器 David先生 你想不想与我们合作呢 David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麦尔肯警官的两个手下 进入了卧室 很快就找到了 他们把那玩意儿 装在了塑料袋里 交给了麦尔肯警官 你这种人不该有这种东西啊 是不是 David先生 麦尔肯警官和蔼地说 趁他们都站在过道里 我溜进了起居室 从口袋里掏出小包 抽出一盒录音袋 迅速地装在David的录音机上 打开开关 然后悄然等候 我知道 这事儿必须现在做 不然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他们走进起居室 David还在辩解说 他对消音器的事儿 毫不知情 麦尔肯警官看看录音机 目光锋利地瞥了我一眼 我摇了摇头 David还在滔滔不绝 录音机里突然爆发出 一阵女人的尖叫 和一声枪响 他惊愕地转过身 向录音机走去 但是被麦尔肯拦住了 那录音袋不是我的 David说 我几乎可以看见 他的脑筋在打转 他在回想 他用过的那盒录音带 怀疑这一盒是从哪来的 这难道是巧合吗 麦尔肯说 消音器和录音带 都在你的家里 这是栽赃 David喊道 枪管上留下的消音器划痕 也是栽赃吗 麦尔肯警官说 你昨天晚上用加了消音器的手枪 杀害了你的妻子 然后卸下消音器 把枪丢在地板上 划破沙门 将陆有尖叫声和枪声的录音带 放在录音机上 从容地走到隔壁去等候 当尖叫声和枪声响起的时候 没人能听出那是录音 尤其是你这台精致的音响 你身为播音员具备录音机的知识 所以做这种事情更为方便 你冲进来关掉录音机 假装刚刚发现你的太太遇害 这是你们带来的录音带 我可以控告你们 David显得十分慌乱 手指头紧张不安地动着 我冷静地说 我不懂 你怎么能这样有把握地说 这不是你用过的那盒录音带呢 因为我清清楚楚地记得 我把袋子洗了 他大叫着 企图说服自己 也想说服我们 大家都沉默了 David嘴里喃喃地念着 哦 却能 然后颓然地倒在了椅子上 他是你的了 我对American警官说 走出了David家门 我打电话告诉塞尔玛 David已被逮捕 他柔声地说 诺曼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 我没做什么 我说 都是American警官的功劳 我只是暗示了他几点 录音带的事 越少人知道越好 过两天我就走了 离开前 我想再见你一面 我没吭声 他只好自己接着说 我不想再当配音演员了 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话 就很快挂上了电话 这里距他的旅店 只有两条街 我很快就能走到他那儿 就可以了 我比我更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